花山地区因为丰富的组成环境 两期以来都被列围是提供环境交友的示范地 下区有着想用这个理念 几年以前就开始推动布插电加比提减库庭 让民众用特别设计的渡官呐 自己当处来航道啊 不如符合传播关联 也提供在地赛业 加比当地区域里面鼻鼻鼻鼻鼻 马上就能准备出路 这种处理的航道过程 在几年以前就是花山地区 最受欢迎的DIY课定记忆 自航道啊 到最后製作出一杯咖啡 民众都会让大家清楚 当手来提供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体验看看 它的颜色的转变 它的颜色的转变 还有它的味道 这就是它的味觉和视觉上 一个转轴 所以随着时间 那个豆子熟成之后它会爆 爆完之后呢 我那个一爆二爆 那个爆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疗愈 花山地区因为豐富的主人环境 最近以来都比来为是 推工环境交友的四伴地 在小区就要向应这个理念 在几年以前就开始推动这个 不插电加比提涵课定 从中后应 宽布的概念 也就出推工在地赛业 曾经我们华山就是环境产域认证的场域 然后我们为了结合环保 然后把产业加进来 所以我们就是想了这个 手桃湖的那个DIY的方式 然后刚好就是搭配我们的咖啡节 然后我们有结合一个产业 那个环境教育的场域 然后用一个不插电咖啡馆 从已经开始到现在 对新华科的观光客 消费的花山最团来说 是很大的充值 明天开始就要赶紧 花山最团也很欢迎 UK正在提涵DIY 今天报道乡修大主人 明天27号之后有降级 然后就是欢迎各位 就是来花山步道走走之后 可以来我们花山休闲荣业区 做一下烘豆DIY 然后之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景观餐厅去用餐 然后我们就是有些 我们景观餐厅都有做一些 就是防范措施 然后有做隔板 然后也会采梅花座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花山游玩 虽然这是简单的行动了 不过背后代表的率是 地方的产业和故事 如果榜家想要出外 怕怕怕的民众 就会等口渡前来花山这边 享受美丽的山景和 蓬公共的咖啡 记得点赞召播